贸易战错估美国实力反媒,中共形势不太妙,美中贸易战愈人愈烈,最新一轮的谈判无果,将可能掀起更大的风暴 法国媒体认为原本中共认为川普政府实力应该会减弱,但从目前局势来看主动权在美国手中 中国属于被动一方许多学界,经济界人士,对中国抱持悲观态度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I报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PTI谈判有重大进展 继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定后美国与加拿大的谈判渴望在本周完成 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都抱持乐观态度 从这项新局面来看,川普想要稳住北美关系,专心单独应对中共 中共一直期待川普政府逐渐减弱,从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纠缠不清 美国经济减缓,以及美国期中选举减弱川普政策 但是已愿为第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问题,逐渐改善先后和欧盟 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 本周即将渴望,再与加拿大解决贸易纷争 第二美国经济持续走强 在川普的预算政策支持下第二季比起第一季更好 第二季美国经济增长4.2% 创下美国四年来最佳记录 第三虽然美国期中选举结果难以断定 但川普对中共的强硬路线在共和党内获得相当支持 但洛普民调也显示62%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对中国加征制裁关税 将使美国经济变好 报道,提到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阶段 中国社会的忧虑建增许多学界 经济界呼吁当局清醒应对有许多更抱持悲观态度 共产党内的不满 增加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则高调出面强压不满情绪 有中国官员呼吁中国当心 落入美国已故总统力跟对前苏联设下的星球大战的历史性陷阱 有点赞,有点赞,有点赞,有点赞